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执委会 10月10日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揭开本届军运会奖牌、奖杯等颁奖物资神秘面纱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地方专职新闻发言人樊颖介绍 本届军运会奖牌名为和平、友谊之心 金牌采用黄铜镀两颗金 银牌采用紫铜镀两颗银 铜牌为紫铜上色 除常规的国际军体标志和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会会以外 奖牌还融入吴角星、翅膀、道路、赛跑的冲刺撞线带 长城、梅花、黄鹤楼建筑形象等视觉元素 凸显军事特色和中国文化元素 我们创作这个奖牌要跟我们军人会的宗旨和理念相一致 我们虽然是军人的运动会 但是我们宣扬的是传递友谊、和平这种理念 我们要体现军人的特色 那么这个里面有我们五星、有长城 武汉的原色里面有梅花、有汗水、有长江 我们的奖牌合适处期的 我们的寿袋是汉袖 本届军运会奖杯名为腾飞 以梅花抽象和平歌为设计主元素 由军运会会徽的数字七 跑到祥云图形组合构成 我们这个奖杯主要是每个运动队单向的公平竞赛奖杯 这个是由大会统一制作的 那么这个奖杯也包含了咱们祥云、梅花、和平歌 这种和平、地域、城市和我们军会的一些理念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10月18日在武汉开幕 这是中国首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军体赛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